来了老弟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像现在中国啊 可以说对这个疫情的控制呢 已经比较好了 大家的防护意识 还有这个工作场所的一些防御措施 做的都比较到位了 可以说境内的新增病例 已经呈这个下降的趋势 甚至有好多地区 已经每天达到这个零增长了 现在问题是这个境外输的病例 在不断的增加 也就是说从外国回到咱们中国的人 有好多是感染这种新冠肺炎的 所以说呢 在做好境内防御的同时 还要控制好这个国外病例的输入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疫情呢 已经全球化了 可以说在世界上 一百多个国家 都有这种疫情的出现了 并且呢 在突飞猛进的这种增长 好 如果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呢 能像中国一样啊 重视病毒的这种防护啊 有可能这个疫情啊 会很快地得到控制啊 当然大家可以看到啊 现在很多国外的国家啊 它并不按中国的这种防御措施去做啊 他们有他们的想法啊 甚至有的国家呢 干脆就放弃不管了啊 所以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专家这头表示呢 这种全球化的疫情啊 在夏天结束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了啊 但是我相信啊 在中国啊 通过大家的这种 齐心协力的努力啊 在这个夏天啊 疫情一定能够结束啊 好 那朋友们 你们怎么看这问题呢 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在留言区留言啊 咱们相互交流 好 那这期的Vlog呢 就到此为止 拜拜 拜拜